賴清德今天召開記者會 正式宣誓要提出事先案 大家感受到在政治上又如火如荼 沒完沒了 那他今天開這個記者會裡面 大家感受到的是 如同他當年在台南市 當市長的時候 不進到議會那一種精神 又再回來 聯合報有個助角 他說府院黨還有包括監察院 四入其發 這個沒完沒了 當將自己還亂世 賴清德當然也關鍵之初 反擴權而且認為有違憲的問題 還記得嗎 上個禮拜的時候 賴清德就職滿週月的時候 當時他發表演說 很多很多的媒體都有個標題 說賴清德講得好 講得棒 所以當天的台股看好 隨著台積電一路衝高 但是今天我們的台股是如何 暴跌400多田 如果按照當時 這些媒體的標題的邏輯 是不是因為賴清德提出了視線 我們台股做出反應 亮哥說沒關係 你總統府的終極武器 是提出視線 提出這個視線 國民黨 民眾黨也有終極武器 什麼是終極武器 他們可以砍這些單位的預算 不過我跟韋漢跑過立法院 真能砍 還是砍好玩 這個可能等一下請韋漢跟我們講 然後包括國會執權法 有沒有洩漏台積電的機密 在過去這兩天裡面 民進黨還有包括側翼 瘋狂的攻擊洪孟凱 為什麼呢 吳佩儀直接告訴大家 我親眼目睹 洪孟凱就在立法院的委員會裡面 公開的索取台積電 它地震之後 晶圓設備的這一些恢復率 恢復率是商業機密 知道多少時間 多少時間把它恢復多少 這個別的 他的進追特首都會知道 這會影響他的股價 影響他的競爭力 洪孟凱說4月11號 他當時要的是跟國科會要 地震導致全台灣科學園區 災損的情況 不是針對台積電 而且更糟糕的是 吳佩儀你自己也要了相同的資料 所以他已經準備要提告了 結果完全是抹黑他 然後另外一個話題 賴清德今天講一件事情 大陸要對這一些 他們認為是台獨的 要做出懲戒 而且罪重 死刑 賴清德說 不要以為只有被點名那5個人 全台灣2300萬個人 恐怕都有了 他講到一個關鍵 他說民主不是犯罪 專制才是罪惡 有人講說專制 民進黨現在也有綠色專制 不管是台灣派 中華民國派 中華民國台灣派 在中國眼中通通都是台獨 都要被懲戒 都要被判死刑 台灣只有一個政黨 不是台獨 就是統一促進黨 林又昌也講說2300萬的國民 全部都是台獨份子 請教我看 好 題目很多 我一個個講 那個賴清德總統的說法 其實基本上民眾不一定都接受 可是他等於把那個議題拋出來 就是我這陣子被罵的理由 你被罵的理由 對 因為現在不是 賴清德總統怎麼界定 因為他講的不是每個人都接受 現在是當中國大陸 提出四個樣態的時候 我很清楚他為什麼這樣講 他為什麼講只有統數黨 因為統數黨 基本上有時候有場合 甚至連五星級會拿出來 就兩岸要統一 但是台灣的你看 有人講為什麼不點新黨 為什麼不點其他黨 因為包含了新黨 特別是民眾黨跟國民黨 都參與了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一定是認同中華民國 憲法 那這次的四個樣態 因為講的東西太細了 包含參加國際組織都算 那是不是連國民黨跟民眾黨都算 所以他才講說 只有統數黨不是 那當然今天賴總統是 過去總統沒有這樣子 他跳到第一線 好 那我拉回第一題了 為什麼他今天要釋線 連總統府都提 因為大家講說 因為本來是講說 行政院跟立法院 已經是雙釋線 已經是覺得很多 現在這四個 因為監察院說 我的調查權被立法院分走了 我也要提 然後總統府也提 觀眾朋友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講結論 因為記者就問他一個關鍵 憲法賦予總統在五院 漢格時的院計調解權 你怎麼不出來調解一下 行政院跟立法院 行政院長說 我覺得這還難刑 那立法院出來的法 已經刪讀了 那你怎麼辦 總統調解一下 他今天明確說沒辦法 因為當我現在已經提出 事件的時候 我是當事人 我認為這個東西是違憲的 所以既然我是主張違憲者 我已經有我的定件 我不適合調解了 所以他不會調解 第二個 因為我提出了事件 在憲法的解釋文 結果出現之前 不過他有講清楚 我們就拭目以待 憲法最後怎麼做解釋 大家都要尊重 如果最後 憲法解釋沒有違憲 那這個法就要上路了 你就要到立法院 去幾問幾答了 這也是今天賴總統的一個 但書 如果輸 不過有人講說 大法官不都民進黨提的嗎 那怎麼可能會 那個是後話 只是說他現在制度上這樣寫 所以我剛剛講 第一個 既然他本身提出了事件 因為過去真的很少總統這樣親自提 那既然本身總統府都提了事件的話 他當然就認為說 他不適合去冤寂調解 第二個就是 那我提了 我基本上我就不適合在這段期間去立法院了 所以他請在來黨 先不要提出來 至於洪孟凱那個 我很仔細去看的四月十一那一天 觀眾朋友去查一下 就是晶圓廠的恢復率 晶圓廠設備恢復率幾個字 你去查 你就會發現說 當時有很多的媒體都報導 百分之八十趴 四月三號地震 四月四號就說百分之八十 那洪孟凱是有講到這句話 可是他到底跟國科會的副書 是要台積電的妥善的恢復率 還是說你整個災損的報告告訴我 那吳佩儀他現在有解釋 因為他們兩個現在對付公堂 說實在 我們也沒有必要共青辯士族 他們兩個最後就對付公堂 因為孟凱確實有講到台積電 有講到晶圓設備的恢復率 那今天吳佩儀講說 我要的是電力恢復 所以我要的不是機密 那國科會副書 那天是有講 就是說這種機密廠的這些 他到底損失多少 我可能沒辦法告訴你 所以到底洪孟凱是不是要問 那個恢復率是八十八十五八十七呢 這個孟凱他說 他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找律師告 所以要牽扯進去 那最後就是回到這個 我們現在目前看出來 在整個的賴清德總統的出手方面 包含了他把台灣除了統治黨 以外統統拉在一起 現在就看民眾黨和國民黨 要不要出來講 跟賴清德不同意見 所以就是我剛剛講 強迫選擇 強迫大家選擇是統還是毒 你堅持中華民國 是主權獨立國家的 好像在大家對岸眼中 也變成是毒了 這就很麻煩了 包括在基隆 現在有一個話題 罷免謝國良 現在進度來到百分之九十 昨天還百分之八十 經過一夜已經逼近了百分之九十 這個標題寫差四千份 剛剛最新差三千份 速度非常快 但他達標還要再多一點 免得外星有些不合格 但民進黨不知道 是不是看這個風向 好像有機可乘 包括他們的當地的議員 還有包括秘書長林宥昌 尤其林宥昌是基隆市長出來的 而且他跟謝國良 交手過非常多次 他們就挺到第一線去了 帶動起來 組織動起來 這一個連署恐怕會更快 現在已經進展到討論說 那是不是高嘉瑜要接著來選 萬一真的罷免成功 要來選 已經話題進展到那個地方去了 雅民講說 如果說他罷免成案 成案而已 第二階段連署 然後成功 成案之後 他認為就進入了大罷免時代 他不是說罷免謝國良成功之後 進入大罷免時代 時間點不一樣 現在當地民進黨的黨部 在當地已經掛了 謝國良可以問人 但是不可以欺騙年輕人 給我夠夠了 不然就要罷免他 所以趙少康講一件事情 他說你們其實民眾最感受的是 東岸商場 Net的一個爭議 司法已經還給謝國良公道了 那你還要罷免什麼 因為最近已經有訴訟出來了 另外一個是民進黨的律師 黃帝影他也告訴大家 如果你基隆的民眾裡面 家裡面年輕人 沒有拿到免費的哥哥樓 絕大多數都被謝國良的證件詐騙 那你就會有權罷免他 但他講的跟李宥昌的就矛盾了 李宥昌說這些錢27億 你現在送電動車 是不是以後要送特斯拉 27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建設 那你到底是要他送 還是不要他送 因為他的律師跟秘書長的 講的不一樣 那王鴻輝直接點到一個 李宥昌他覺得他非常噁心 偉君子一番擴權的民意 實質來進行真的罷免 蔡比璐 你怎麼看 這個罷免 其實基隆市長的罷免 已經講很久了 那其實第一波 第一波尤其是因為 這個青島東路的青鳥 因為國會裡頭在那邊亂 亂一亂就突然間就興起的 這個所謂的罷免時代來 然後就本來是謝國良 在基隆市長那邊 就因為內特的一個 暗藏的一個爭議 後來大家就開始覺得說 你這個人實在是 就有人提起去罷免他 其實一開始 大家就覺得冷冷的 也沒有想要去讓他燒起來 可是當青島東路的 那個青鳥運動來的時候 這個其實謝國良 就會變受害者 因為這個民進黨 民進黨就是這樣 他就像一個鬥雞一樣 他就突然間覺得要遍遍地開火 那除了在青島東路之外 因為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基隆市跟台北市 跟雙北市上 它是一個生活圈 基隆幾乎每天大概有 十七二十萬的老百姓 他事實上他是到台北來工作了 他是到雙北來工作 所以他的資訊 基隆的資訊是接受到 台北這邊很大的一個資訊 也受這邊很大的一個影響 當然這一兩天就說 他的第二階門檻是不是會過 我個人認為是會過 因為現在就是這一兩天 上禮拜應該是說 三獨通過之後 民進黨就會覺得說 這個青鳥大家就開始笑 他說冷掉或怎麼樣 民進黨總是有一些鬥雞的人 一些喜歡鬥了 他就會覺得說要找一個出口 所以看起來就會覺得說 那雖然是民間發起的 那當然他就會去支持他 你想想看他只要他的議員 每個人拉個幾千票 事實上還剩下三千多票 事實上是會過的 而且他這個第二階段過了之後 當然最後投票 我個人認為是比較 投票門檻滿高的 他的籌問值 我覺得還沒到那個進去 對 本身謝國良 基本上他到底有什麼籌問值 我實在是想不出來 這個很就是 有時候就是可能剛當上市長 就是沒有去在意這些 或是講話比較隨便而已 我覺得他沒有什麼 基本上沒有什麼錯誤 可是我覺得民進黨也蠻雙標跟虛偽的 因為一開始跟大家講說 沒有 這個活動都是純民間 大學生去發起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就像這個蔡壁魯委員講的 好像青鳥之後 他們找一個出口 突然間整個局黨議員也去 秘書長也去 衛海你怎麼看 剛剛藥州講 罷免最後就算成了 就成局了 成為一個罷免案 要過他大概要7萬6左右 因為四分之一的公民數 現在目前基隆的公民數 大概選舉人30.7萬 所以你去把它除以4 大概要7萬6 而且必須要跟另外一方 超越他的人數 就是如果支持謝國良的人數 要比他多 沒有 他如果沒有過門檻也不用 沒有人支持謝國良沒關係 過門檻 除非是支持 就像黃潔那樣 但問題是 這次蔡適應 在2022選基隆市長的時候 跟謝國良選 因為以謝國良來講 謝國良自己的魅力 因為後來林沛翔又選了立委 那個就不是謝國良自己選 謝國良得票就9萬6 那罷免門檻是7萬6 所以謝國良得票 比罷免門檻還多2萬 那2022年選市長是蔡適應 他現在沒有再繼續選 他只拿了7萬1 所以其實就是說 以這個票數來講 你要到有9合1選舉 或總統大選那樣的狀態 那通常罷免或者是補選 就大概是4成左右投票 7萬6要過並不容易 很簡單 其實我不是很直直罷免 從以前韓國瑜到這個什麼 什麼每個都一樣 那被罷免者 如果是被提出罷免者 你只要努力跟地方產生連結 然後講話也不要太過於過激 然後產生仇恨值 基本上我認為要過也並不容易 當然大家有關注到這個青鳥的一些後續的我後動 前幾天剛剛看到說這個場外 尤其是藍影的這一邊 有人拿著納粹旗 這個有人當時說他是反串 說他要罵這個賴清德 罵綠共 但是後來現在又被發現說 有一個組織叫做德國救馬克協會 他們的成員就在臉書上面PO出了 拿出這個納粹旗的人 是他們的理事長謝華摩 說他其實有過民進黨的黨政 這麼綠 他是反反串 不是單純的反串嗎 怎麼會這麼複雜 無煞煞這樣子 當時民進黨的立委許智傑罵這個人 你看他代表國民黨都是納粹的信徒 但後來這個政見一出來 大家想說那到底是你民進黨去反反串 還是國民黨去反串的 看了無煞煞 那民進黨的發言人 吳征就有點尷尬出來說這個人 他沒有繳黨費 所以他等於形同自動的退黨 超過14年 沒有繳黨費 所以算是自動的退黨 這是他的解釋 包括我們看到青鳥外面 有這個水冷扇 現在也被揪出來說 他是made in China大陸製的 比較特別的是 在網路上有一名牧師 他就說錢這種東西 錢跟土地生產出來的 都是中性的 錢 錢財這些都是中性的 看使用的人是用於良善 但還是邪惡 別人到中國大陸賺錢 為什麼就是邪惡的 你們拿中國的產品 就不是邪惡的 還有民進黨立委吳思瑤 在臉書上面 社群上面PO出了一張照片 他在這個青鳥活動 拍到了這一隻鳥 然後說非常驚訝非常感動 他幾乎哭了 他說在個青鳥活動的現場 看到青鳥 所以他整個太美好了 當場忍不住他就哭了 後來很多專家說 這臺灣非常常見的五色鳥 而且他身體是綠色的 青鳥是真的是藍色的 怎麼會眼睛看得這麼花 是不是要去檢查一下他的視力 這個要請教畢魯委員 這個我要講一下 其實最近這一波的 國會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整個臺灣更撕裂了 我的想法是這樣 你看像一個什麼批個納稅期的 你記不記得幾年前 還有那個高中生 現在是畢業季你知道嗎 之前不是兩三年前有個高中 他們畢業季的時候去搞個什麼 新竹一個高中 對 去搞個什麼納稅的旗幟 他被出征道歉 對 然後就在學校裡頭 這樣跑來跑去 後來就被出征 被道歉 所以現在整個臺灣的社會 不是藍的就是一定要綠的 他就是一個非常撕裂的 民進黨就這樣 他就間列訊息 他看到一個人去 穿了那個什麼納稅旗 他就開始說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你就是那個 國民黨就是納稅黨了 就是那個 我覺得這個也實在是 不過民進黨一直以來 這二三十年來 我倒是想 因為經過這一次 你想想看 當家不鬧事 他都已經執政了 而在立法院裡頭 剛其實韋翰講得很好 其實是要進入溝通跟協調 很多事情事實上 政治就是溝通跟協調來 他不要 你看賴清德 他寧可當一隻鬥雞 然後帶領了整個團隊 都一起鬥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就是貼標籤最會 貼完標籤之後 你說許智傑要不要道歉 不會 民進黨沒有道歉這種事情 他就給你貼了標籤 如果貼錯了 他就馬上轉頭就跑 他都直接轉頭就跑 再開另外一個戰場 然後如果對了 我告訴你接後面的人 後繼有人 後面就跟著殺進來 這是民進黨他們的一個 已經一貫的一個邏輯 所以我覺得在野黨 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眾黨 我覺得要訓練到自己 比較狼性一點 我覺得就是不要太穩穩如雅了 真的你看民進黨 他都是執政黨 他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第一個 他會跟人家貼標籤 貼了然後他就開始 然後他們是一波再一波 這個貼標籤的人 許智傑罵了 後面可能就接著會來講 那你怎麼看這個 把五色鳥 綠色的看成藍色的 然後看到哭了 吳思瑤最近 吳思瑤最近 你覺得他壓力太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壓力太大 還是在這一波的國會裡頭 有人就說 那他跟那個柯建民 就一搭一搶 反正一個是那個 就是三張嘛 然後一搭一搶 然後柯建民罵什麼 然後吳思瑤就出來 那大家就覺得說 他最近又講到又哭了 是不是就網友就開始說 他就是太矯情了 有一個宮廷劇裡頭有一段話 那我就不講 對 那個我就不講了 所以吳思瑤我覺得他就是 說穿了他就是太矯情了 但是我想要講的是那個 冷水散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 青鳥運動也好 這個說實在的 我最近去中南部 然後他們就說 那個青鳥運動 為什麼外面有那麼多的物資 就有人講說 既然入有一個教會 他就開始囤積了 非常非常多的物資 他變成是一個物資的補給站 你不要說要水冷扇 你要吃什麼 你要點什麼 吃了用的 通通有扇子飲料 然後水通通都有 那這個牧師居然就跑出來說 那個錢是中性的 他就是那個既然會 既然入教會的那個牧師 我不知道 網路上據說是 但是因為 我跟你講 你要牧師 常常每個禮拜 你去教會他都會跟你講 牧師會告訴你 神愛詩人 我們要愛詩人 我們要愛鄰居 我們要愛鄰居 我們要愛敵人 所以我覺得然後 尤其是 當然有些是更比較偏激的 一些長老教會 我就不在這裡講 但是這一間教會據說 就是在這個青鳥運動的期間 他真的是一個很龐大的 這樣子的一個物資補給站 所以我是覺得比較可惜 這個宗教也染上了這種 對立的一個色彩 我還是要呼籲一下牧師 神愛詩人 要愛你的鄰居 我們中中宗教 但是就是大家彼此互相提亮 因為現在民眾黨聽說 有個標題叫做 要撕掉小藍的標籤 這個我覺得 譬如委員可能 你現在到底是藍的標籤 還是白的標籤 這題都要問我 那邊要借我來講 吼韋翰好了 吼韋翰要講嗎 我都很想講這一題 柯文哲說 國民黨的版本不切實際 這樣不行 這個有問題 所以請呼籲大家 支持民眾黨的版本 黃珊珊舉到一個例子 他說這個統籌分配款 一年大概三千八百多億 民眾黨的版本 這個草案的中央 只會多補 撥補兩千七百億 但國民黨的會暴增到五千四百多億 中央政府的運作 會造成很大的一個影響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先講那個鳥 怎麼看都不會是藍色的 我常常看到藍色的鳥 怎麼會 台北市很多台灣藍雀 這藍色的 我就不要鏽圖了 那個是不是有看到 就像台灣藍雀才是青鳥 我不要鏽 因為可能有版權 因為我常常看到台北市有藍雀 那個你看到說那個叫青鳥 我現在在中部 我常常去爬山 在山上都可以看得到這種 對 就是說你看到那個是綠色的 還有另外一種叫五色 跟青鳥不一樣 OK好 第二個 我覺得民眾黨現在目前這樣的狀態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就是說你也不要什麼東西都一樣 你有時候覺得民進黨的好 你也可以支持 這樣才有民眾黨的獨特性 我一直都是這樣的想法 那今天很簡單 既然柯文哲主席跟黃山都覺得說 統籌分配款 地方應該分多一點 但是不要那麼多 那就提出你的版本 我覺得當然也有撕掉 這個小藍標籤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他不是為了跟國民黨作對 而是說他明顯就覺得說 我們不需要地方拿那麼多 因為中央有些東西是地方不錯 比如說國防外交 這東西是中央要做 如果你把它拿太多的話 中央執政也會有問題 應該是中央可能他占比比較多 地方雖然比較少 但是可以再增加一點 讓地方好做事 我覺得民眾黨地方的包袱 執政包袱壓力比較小 跟國民黨差很多 這可能是個關鍵的 跟你的這個執政壓力有沒有直接相關 請他們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他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